本视频讲解现代手型 也叫摇滚手型 很实用 我们知道古典手型 大拇指是放在琴径后面中间的位置 现代手型就不是这样了 大拇指往上来 甚至是勾在琴径上面 从这个角度观察 大拇指往上来 勾在琴径上面 也是大概和中指相对 比如第一把位 中指负责第二品 大拇指就勾在第二品上面 第二个点 食指根部贴着吉他 等于就是大拇指和食指根部 这两个点贴着琴 甚至大拇指腹口到食指根部 都可以贴着琴 正面看就是这样 感觉大拇指和食指 就像钳指一样夹着琴 有一点要注意 手掌是不能拖着琴的 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手型 手掌都不能拖琴 这就是现代手型 手型正确的话 按弦的手指其实是斜着的 感觉朝向自己的脸 古典手型的手指是正着 现代手型的手指稍微有一点斜 这种手法的好处是稳定 一些简单的和弦 不需要很大跨度的旋律 一些演奏技巧 滑音 勾机弦 推弦 灿音